潘兆松 恐怖在線 這間空宅 我進去住之前 真的有件空案發生 空案過後 因為那裡的花園很大 我可以養狗 要不要說一下空案 背景 空案的背景就是那間屋的男工人 跟一些愛情有關係 就演變成一個 情殺 他又不是情殺 警察報告說他是自殺 在屋內自殺 但他襲擊一個女工人 不在屋外的屋子 跟他有感情的糾紛 當日他們罵起膠術 就拿了一把那些 砍槽刀 即是那些彈刀 他襲擊女人的頭 流血 事後女人搶一把刀 再砍他 當時打鬥完的時候 那個女人就跑到外面管理署 叫求助 回來的時候 已經看到那個男工人 就已經是半季 找一條拖狗繩 吊住在樓梯 半季就死了 但那件事奇在 我也有留意 雖然你說最後來的報告是自殺 就是襲擊人而自殺 但其實那個人我見過 你想想他有幾拖 基本上那個人是超大狗 超大隻的 我想知道為什麼他會自殺 他以為搞出人命 他以為搞出人命 就是畏罪 但你想想 如果我吊頸才算 鎖頸 我也是高一點鎖 有什麼理由 一個人可以在地上 碰到地 碰到地 半季 我猜他不想那麼辛苦 即是他想自殺 但又不想那麼辛苦 還有死 那件事很奇怪 那個男人很大隻 你不要說那個小小的人 他砍我 我拿他的刀 可能我也有困難 明白嗎 三個你也有困難 有什麼理由那個女人 會搶他的刀 然後可以砍他 對 還要砍傷他 這件事已經是奇 還有這個男人死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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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列為了凶宅 凶宅 不知道算不算 這樣也不算 算了吧 屋裡面 是啊 然後很久沒有人住 當然那裏 為什麼你會住到呢 因為我朋友這間屋 我想養狗 因為花樣有三千多呎 很厲害 很大的 大豪宅 超豪宅 那你進去住的時候 知道這件事嗎 我當然知道 我住之前已經發生了幾件事 我考慮很清楚才進去住 是 我試過在裏面 還沒搬進去之前 已經在那裏過了幾萬人 你去試探的 你踩過線的 我踩過線的 因為最初沒有人住了一陣子 其實是很陰森的 我記得了 你還跟我說 喂 這樣吧 你過來那裏 一邊住 很大的價格 幾千呎 你說給我住的 我叫你過來玩 我坐在那裏 現在就應該大家去 如果現在才發生這件事 大家就開心了 是 有東西玩 當時不能告訴你 太近了 最近的嗎 這件事 一段時間 可能當時我們還沒認識 也認識了 當時不能說 那時候不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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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進去旅行 我還沒進去旅行 之前已經去旅行 我第一晚在那裏 留守過夜的時候 那時候 我就在地下 那裏 我不敢上房睡 那我就整完狗 晚上吃完飯 我就在書房地下的大廳 近門口有個書房 書房就有個角仔 角仔上高是沒有東西的 就是書櫃在那裏 那部冷氣就在這邊長 有個門 那我就看到花園的玻璃門 我就看到一個白袍 長頭髮 看不到外表的 應該是女士 在那裏 左飄右飄 就是我很清楚看到她 就直接看到她一直在陪回 她是進不來這間屋 那這是外面靈體來的 沒有關係 那是花園來的 也是一間屋 那晚就發生一件很 令到我很害怕的事 看到她也不是很害怕的 我都當是環國 看到她不害怕 我就跟另一個朋友說電話 說到三點多鐘 我是走了 為什麼呢 我告訴你 這間屋不是有角仔的 那裏完全沒有水 沒有其他東西 突然之間 有一滴水 在我這裏滴了下來 我的眼鏡都濕的 那我就馬上走出去了 沒有冷氣機 冷氣機是這裏 這裏是沒有東西的 不會有水的 角仔上高 偏聽來是沒有水 完全沒有水的 只是一滴 只是一滴 是冷的 一滴 不是幻覺 眼鏡濕的 很大滴 是啊 那有沒有蛇蟲鼠蟻 我馬上跟朋友說 你先等我 開車 就撇去那裏 因為他住在粉靚 我寧願天亮才回來 這麼害怕嗎 那滴水 不怕 我看到外面 有野原有水 我都是當眼花 很久 他陪回了一分鐘 在那裏 他看不見到你 他陪回的時候 是一個幽靈的陪回 他不會意識到你 他是想進來 但好像進不來 現在我有沒有放東西 老實實 老實實 他有很多擺設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放東西 你明白嗎 但這件事是 男人死了 如果要回來 應該是男人 為什麼會 我看到他是女人 這是我一開始住的 這個故事就是這樣開始 這樣開始 你繼續住 跟著我繼續 當沒事 又鼓起勇去不就去住 開頭住 都沒什麼 頭幾個月 是沒什麼 然後住 就越倒霉 頭頭碰著黑 人生走到最下坡的時間 在谷底的時候 很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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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後期住 林搬出來那幾個月 那半年 連整個家人 都受到很大的滋擾 為什麼很大的滋擾 就是我們上樓梯 經常都跌倒 每天都一定要跌倒 還有 當然我小朋友 聽到有聲音 聽到有什麼聲音 聽到有什麼聲音 有人聲 即你是聽不到 鬼吃禮 對 有人聲 你聽不到是什麼 你會聽到人走來走去聲 我見到有東西 每個人都見到有東西 每個人都見到有東西 後期那個女兒 就是在房子裡走來走去 就是那個嗎 就是那個嗎 進來了 沒錯 她進了房子裡 走來走去 後期去到什麼差法 就是我跟我太太回家 她走上樓梯 走半層就在廚房 我走到廚房 我一直跟她在聊天 我以為她在廚房裡 然後她已經上樓了 沒有人的 誰是 就是鬼 你怎麼知道她 我只是看到背影 你明白嗎 你看到有彩色的東西 就好像一邊在聊天 一邊上樓梯 她上線 我一直跟她說話 她有對答 但我看著廚房說話的時候 原來她是上高利 但我看著一個進去 有沒有聲音 每一次你見到她出現的時候 是沒有聲音 有時候 有一次日光日白 最恐怖的經歷在我身上 就是我上樓梯 聽說經常有人拔你 我拿著一碗熱 即是我捧著一個盆 即是拿著一個盆 裝了兩碗熱湯 是打算讓我小孩子喝喝的 我走到最後的時候 我是被人兩隻腳這樣拔 然後我就掉到地上 那些湯沒有倒出來 我好像Michael Jackson 在油梯上凌空 真的解釋不到 即是有些東西是扶一扶我的 就是倒寫了一點點 但沒有打寫到 真的很奇怪 但真如我的腳痛到要入醫院 他就說我有骨刺 但我感覺到別人這樣拔 但因為你知道我有宗教信仰 當我覺得真愛有東西抱著 我又跌不到 是呀 跌不下去 那你打算兩碗熱湯 我一定死定了 還有都會打到捨在樓梯 看你怎麼搞呢 又真的倒寫了一點點 有乙痕嗎 沒有乙痕 但是我之後的腳就痛到要入醫院 是呀 就要看醫生吃止痛藥 那我想問一下 你那天住了的時候 你覺得有多少鬼 即有多少數量 我之前第一天看到的那種類鬼 就肯定最大 就是屋主的 我不知道 因為很多朋友來過都說 這裡很不能住人 甚至乎後期 現在跟屋主的親人 當然不是跟屋主說 跟屋主的親人說 是呀 那件事師傅來打齋的時候 都說師傅說這裡不能住人 師傅來打齋 因為那個工人出事 哦 是請師傅來打齋 是的 師傅都說 很多朋友認識這些 都說這裡不能住 後期就是因為做到運程很差 我又撞車又等 還差點拿命那隻 找到頭骨裂了 是啊 其實這間屋不只是這個男死者 可能他不知道會不會是一個通道 靈界的通道 是 很多人說這裡環境不好 就是一個通道來的 就是很多 有人野鬼 可以在這裡聚集 是的 我想問一下 除了你之外 你還有幾個家庭成員在這裡住 那有沒有其他人見到的東西 跟你相近似 或者是你太太 有 我太太和他有些男工人在幫忙弄狗 那些 大家一起聽到 我在那個書房就告訴你 有角仔那個 在樓下那裡 日光日白 聽到上半層 嘶嘶嘶聲 就是淋了一些書 我們初時以為我們的小孩子 在上高 然後他就知道不是 他就在二樓那裡 他就叫那個男工人上去看 那個男工人沒有東西在 是啊 又沒有老鼠 就是淋了一些書 兩次 你剛才看到的 只是恐怖在線部分的精華片段 想看完的話很簡單 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1點半 登入去admonpoint.com 就看完全部的節目 是免費的 但你也可以 自己下載 下載什麼時候看 就什麼時候看 這就是一個月費 聲音的25元 看完視障的35元 任君選擇 只要登入去admonpoint.com 找到一個付款方法 你就知道怎樣付錢 很簡單 有PayPal 支付寶 銀行入宿 甚至上來我們 太古人夫七樓 付錢都是可以的 不要想太多了 立即行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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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